马路上一辆白色休旅车 越开越外侧 突然蒙了一撞 撞上路边电线杆 没多久车身开始冒烟 吓得一旁路人赶紧冲出来查看 我是听到声音 然后就跑出来看 那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巨大撞击 休旅车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凹陷 受伤的张信驾驶 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8号下午1点多 他开车在花莲及安乡文化八街上 一次没注意到车前状况 不慎自撞电线杆 驾驶胸部挫伤 九侧直灵 副驾驶紧追受伤 但换个地点发生死亡车祸 救护车赶到现场 把骑士抬上担架 但这时他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救治 有看到其他车 只有看到一台摩托在这边 机车倒在路旁满地残骸 19岁长信男子下午3点多 骑车在台东49只一线路体供购上 一次自摔跌落路边山坡 有民众路过 看到倒在路边的机车 惊觉人怎么不见了 他的车在这里 然后灯是亮着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人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回来看一下 结果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 就看到人在下面 我们就赶快报案了 同样发生车祸的 还有台东台九线392K 泰马里路段 一辆北上轿车 驾驶一次打瞌睡 开到对向南下车道 三辆车遭受波及 白色轿车车门被撞毁 一旁的地面上还有轮胎 一片狼藉 对面的蓝色轿车 车身凹了一个大洞 这起车祸造成五人受伤 索性伤势不重 但恐怕都被吓坏了 记者韩志行王百英 台东花莲采访报导